HELLO 我是Chopping 今天的隔場教本要跟大家講的是聲帶或者說是深門 那在聲帶這件事情呢 我們在VBS裡面就會提到說它是聲門的鬆緊 或者是聲帶本身的鬆緊 那它的門關起來的程度的力量有多大或它關得多緊 就會影響到它在聲門的上面露出去的空氣有多少 變成氣音或者是露出氣的空氣很少 累積的空氣很多就會變成科學歌唱裡面提到的聲門下壓力 所以一般來說聲門越緊就會越扎實 過緊就會越哽咽或者是越沙啞 慢慢會有這種感覺 然後呢如果從下面一路往上看 氣管往上走的話就會遇到我們的聲帶這一道 第一道門就是我們一般所謂指的真聲帶 在往上走的時候其實旁邊還有兩片有點突突的感覺 是第二道門是假聲帶 但是一般的人不會用到假聲帶啊 你先知道一下下 如果你從那個一般去網路上看這種聲帶的那個顯微鏡圖啊 就會看到我們的真聲帶有點像是一個V字形 發聲音的時候它會關起來 變成一個像眼睛的造型 那旁邊還會有兩片很像墜落的東西擋住你的視線 也就是這個第二道門 假聲帶 它們在不一樣的垂直高度上 然後呢 但是假聲帶並不負責什麼假音啊或是頭聲 並不是這個的 頭聲啊 胸聲啊 假音啊 都是來自於我們真聲帶的閉合程度 還有運作機制的不一樣 假聲帶它做的事情是你必須要額外花離奇 去把它們靠在一起 或者是用更多的空氣 造成它空氣去影響到這個假聲帶的閉合 假聲帶的震動 就會同時有一個真聲帶的聲音跟一個假聲帶的聲音疊在一起 造成不一樣的金屬腔或是喉腔的一些效果 那我這邊就不做什麼示範 大家可以上網去找 那我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 我會再放一些關於這個教學的影片 或是一些參考資料 如果大家有興趣學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這不是我專長 我們就先跳過 好 所以說我們為什麼要講到聲帶聲門 它就影響到我們的音質 影響到我們的聲音聽起來虛不虛弱 很大的重點來自於這裡 所以在這一次的歌唱教本 你知道了什麼是聲帶什麼是聲門之後呢 我們的練習要做的是 如何去做出一個連續的音高變化 還有我們連續的音量變化 還有一個開關 聲門開關的練習 我們先在這個影片裡面 直接先跟大家講 大概會有哪些練習的方式 那歌唱席座裡面就不一定會再提到 首先要提到的是 不只是聲門是氣音這件事對不對 聲帶本身的機制會影響到我們的音高 簡單來說的話就是它越緊 它的音高就能夠承受的越高 對齁 越緊 聲帶本身越緊 並不是聲門本身越緊喔 聲帶的張力或是說越強 或是說它的聲帶本身越緊 影響到的是它的頻率 影響到的是它的音高 影響到的是它的音高 所以說 我不要講太多好了 我覺得太多有點複雜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首先要練習 兩種不一樣的聲音 我上次有講過不一樣的機制對不對 幫我練習一種聲音是 嗯 嗯 一種聲音是 嗯 嗯 一樣的音高 可是一個是非常強烈的氣音 嗯 一個是非常強烈的沒有氣音 嗯 嗯 可以做出來了嗎 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試試看在這兩種狀態下 去做出音高的滑音 例如說從氣音的開始 嗯 嗯 這個的練習會幫助你在真假音連接上 比較簡單 比較順 比較能夠做出一個 呃 輕鬆性質的聲音 也會去訓練到我們所謂的聲帶機制 耳 就是比較偏向頭身那塊的肌肉 另外一個是 嗯 嗯 嗯 這個東西一樣做真假音的連接上 一般來說強度越強 它的那個斷層會越明顯 像是 嗯 嗯 有沒有 撐不住 嗯 嗯 這時候要練習的是 把你的真音的部分撐久一點點 然後到快裂開的時候呢 把空間再縮小一點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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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苦很酸的東西 可以嗎 音高上的連接 上下都要做 音量上的連接要做的是像是這樣子 嗯 一口氣上面你說 音量上能夠做 Mes 不要斷掉 然後可以做很大 可以做很小 慢慢做習慣之後 你甚至可以做成抖音了 阿 感覺像你是怎麼控制的 甚至你可以因此練成了你所謂的丹田 因為我的習慣 之前我在抖音的影片應該要跟大家講的 其實在做音高或者是強力的音量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横格往下壓的力道 來幫助我自己做一個hold住低猴頭的感覺 或是音量上的跟紮實 那個往下壓的感覺有點像是 你用手掐住你的左右兩邊墜肉 掐住之後呢一個哼哼哼 把兩邊墜肉往外頂開的那個力道 會有一個横格往下壓身體氣往下送的感覺 它就可以讓它變成音量或是抖音的時候變成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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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音高 啊啊啊啊 你看我的手也會 啊啊啊啊 那因為我的橫格然後我的肋骨往外張 這就是一個往下壓的力道站 這個練習好之後甚至會因此造成有抖音的效果 然後最後一個開關這件事情是所謂的attack attack它的東西有點像是 你如果有看那個吳海文老師的那個發聲三部曲 他會請大家做一個練習像是這樣 哈 哈 張開嘴巴吐氣之後憋氣 作出一個憋氣的效果 他就是所謂的把聲門關起來 關起來有什麼好處呢 你如果沒有關緊再做一個啊會變成 哈 那你如果可以維持憋著 甚至假音有些人原本是 也可以因此變成 跟不太一樣 所以在練Attack的時候 練Attack的時候你可以練習的是 關好,做攻擊它 關好,撞它 另外一種是同時,像是這樣 想辦法不要變成 可以嗎? 這是關好,撞它 另外一種,同時,同時,同時 送氣跟夾身門要一起的感覺 第三種是SoftAttack 你要讓它慢慢的關起來 任何的靜歌的時候,有時候可以故意 這樣子 當然你也可以 會有一個從軟靜 或是從硬的聲音靜的感覺 這樣子你才會慢慢把你的聲門變得靈活 才有辦法做出你的音高上的調適 音量上的調適 或是你的聲門開關的時候氣音的程度 一件事情 一樣是聲門這件事情 跟送氣的搭配 常常會有人一句話唱成很多字 而不像一句話 關鍵來自於 你有沒有辦法做成連續聲門的適當的緊閉 不要突然的打開 不要突然的關起來 有點像是你今天如果唸 很多M 感覺像你這裡是不是動得很誇張 那如果唸一個M 然後嘴巴一直動 像是 只要閉上嘴巴就是 打開嘴巴就是 然後爬音階的時候變成 就會造成一個浪費氣又浪費力氣的結果 所以要讓自己聲門一直關著 可以嗎 任何的音階練習的時候 隨時關起來 要嘛就是憋氣 要嘛就是有聲音的 不會是氣音 或者是在衝突呼吸 好這次聲門 這次的歌唱的教本就是這樣子囉 其實講的很多 我們在歌唱席座裡面 會再做一些練習跟解釋好嗎 那很感謝所有在YouTube訂閱我頻道的人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繼續訂閱我的影片 然後到我的Facebook按讚 因為我的Facebook常常會有一些文章啊 或是一些有轉貼別的教學資源的影片 然後最後是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希望能夠有機會贊助我支持我 或者是不管你在全球的哪個角落 希望能夠有視訊教學機會 一樣到Facebook聯絡我 那我們會透過Pressplay的方式做收費 每個月信用卡的自動轉帳 所以你只要訂閱之後 就是只要跟我敲 什麼時候禮拜幾你要上課 一個月一次 一個月兩次 一個月三次 基本上我都可以 好嗎 那謝謝大家 大家加油囉 掰掰